其实是它的弱点 那这个弱点的话呢 怎么样做改进呢 其实还好就是说呢 在ASP.NET 4.0之后的版本 才有这个所谓的List View 这个List View 另外的话呢 List View它解决了 就是说这个功能里面的新增修改三除 但是呢 分页功能的话呢 它这边还有提供我们一个叫做 叫做DataPedro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 这个DataPedro就是 你可以再挂上去 在List View下方或上面挂一个叫做DataPedro 它就可以分页了 那你想说那老师是不是这个可以挂在它呢 其实不行 它这两个不相容 OK 所以其实 其实应该 如果它没有点心思的话 你刚才挂一个其实也可以 但是它也许考量到说 希望你升级到List View 4 那我是记得List View 4之后才产生的元件 所以呢你的伺服器如果没有支援到4.0的这个版本的话 那也是没有办法启动List View这个元件 那也就是说呢 你要去看清楚说到底你的伺服器本身是不是有支援到4.0的这些相关元件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我记得好像在哪个地方其实可以查得到 我记得好像在使用上面是不是就 就会有一个说明还是 它就会秀出说这个控制项它是哪一个版本的 是不是在按F1还是怎么样 我再看看好了 那等一下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这个地方属性产生器这个部分 了解一下这相关功能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各位可以试试看流程配置啦 或者是说要不要显示页首页尾 这个其实感觉有点像是 把报表放 把这个网页当成报表来显示 所以这里面的相关的设定 它的什么呢 格式部分也可以再调整 框线 也可以再调整 所以这部分可以调的还蛮细的 那请各位把这个范例呢 试着完成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也要继续再看那个第九章的这个 Listurview的这个控制项